各位觀眾聽眾網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3月24日星期三 就在美中高官在阿拉斯加舉行了火腰味十足的會談之後 結束三天 中共總書記習近平露面了 據說這次露面具有特別的含義 時間是3月22日 地點是在福建的五一山 中共官方媒體發布的畫面和視頻顯示 習近平坐在一個竹筏上游覽五一山的九渠溪 坐在他旁邊的是他的太太彭麗媛 在他背後坐的一個是中辦主任丁學祥 再一個是福建省委書記尹立 在船上當燒工的 穿黑衣服的男的 還有穿白衣服的女的 看上去戴個斗篷 實際上絕不是一般的燒工 都是便衣 特工 或者就是國安 在旁邊也有一些竹筏在滑行 那些竹筏上的人都是中共的公安 或者是國安的便衣 總之是保護習近平的 而習近平在竹筏上坐著的時候 顯示他跟案上的民眾在招手 彭麗媛就拿著相機戴著墨鏡 左轨右盼的拍風景照 之後又有視頻和圖片顯示 說習近平在五一山保護區行走 一些所見的遊人或者民眾假裝在打招呼 但顯然這些人都不是偶然出現的 都是群眾演員 不只好的群眾演員 即便是群眾演員 也跟習近平要保持一定的距離 比如說5米 10米以上的距離 這一回習近平和彭麗媛露面 顯然是在遊覽遊玩 在五一山遊覽 在九屈西遊玩 但是官方媒體中宣部卻偏偏要報導為所謂考察生態環境保護 以工作為名 掩蓋遊玩之實 另外 習近平的相片和視頻出來之後 官方媒體做了各種各樣的解讀 說發出了信號 說剛剛中美在阿拉斯加談得很不好 互相吵架 互相都很強勢 互不相讓 充滿了火藥味 而習近平這個時候出來露面 顯示了有點像毛澤東當年 毛澤東寫了一首詩 叫做《不管風吹浪打 甚是閒庭信步》 所以顯示了習近平的自信 悠閒在那裏遊覽 然後官方媒體和網站為了把習近平比喻為毛澤東 還假裝發了一個圖片 說毛澤東以前在黃火口還是那裏站著 撤影 挺著肚子 兩手背在後面 衣服藏著 然後說習近平也在猛地造了個同樣的像 也是側向 手背在後面 衣服藏著 挺著肚子 用這種挺著肚子的姿態來顯示習近平很像毛澤東 另外 官方媒體也炒作 習近平最近講的話 而且其他御用學者也都在散佈這個話 說東升西降 就是好像東方在升起 西方在降落 然後就跟毛澤東的一句話相比 說什麼東風壓倒西風 就講的是毛澤東在1956年的時候左右 一方面講什麼任憑風吹浪打 甚是閒庭信步 然後又說是東風壓倒西風 當時毛澤東的根據 他跑到蘇聯訪問的時候也講這個話 他的根據是什麼 以為美國 歐洲 西方國家都在衰落 而中國 蘇聯 這些共產黨國家 紅色國家都在興起 當時毛澤東判斷有一個依據 就是認為像英國 法國 西班牙 還有荷蘭 很多這些老牌的西方殖民主義國家都退出了他們的殖民地 尤其是退出了非洲的殖民地 然後說亞非拉 很多國家獲得了獨立 毛澤東就得出了一個結論 西方衰落了 東方崛起了 而亞非拉就屬於中共跟蘇聯了 當然 毛澤東的這個判斷是完全錯誤的 在其後的歲月中顯示 西方仍然強大 而東方表面上崛起 強權崛起 實質上衰落 在經濟 科技各方面都衰落 那更不用說 毛澤東在當時搞所謂大躍進 後來也搞發生大饑荒 餓死4000多萬中國人 4300萬中國人 相當於大國或者中等國家的人口 後來也搞文化大革命 砸爛了90%多的中國的文武古蹟 胡搞一氣 不落都落 當時說東風壓倒西風 其實仍然是西風壓倒東風 這一回習近平又在做判斷 說是東升西降 並且到處散步 好像顯示說中國經濟實力在膨脹 軍事實力也在膨脹 然後貿易都在增長 科技也在抄襲剽削盜版中取得成功 然後就號稱東升西降了 似乎美國和歐洲衰落了 我想這樣的判斷假以實日 恐怕跟毛澤東一樣都會失敗 另外說 毛澤東當年說任憑風吹浪打 甚至閒艇性部 但是凡是捷徑毛澤東的人都知道他從來沒有閒艇性部 那是中國官方用他的一句詩 然後用了一個相片宣傳 好像他很悠閒 好像很保持淡定信心 其實中南海的人都知道毛澤東每天都處在焦慮之中 非常的焦慮 憂愁 而且怒氣沖沖 經常發脾氣 他睡不著覺 晚上不能入睡 如果好不容易睡個覺 有人吵醒 他就大發雷霆 警衛戰士都戰戰兢兢 比如說有一回毛澤東中午好不容易在椅子上坐著就睡著了 結果警衛也是好心 想把窗簾放一下 掃一點光 讓他睡好 結果動一下窗簾 把毛澤東驚醒了 毛澤東勃然大怒 就大罵 你蠢啦 你笨啦 你走 因為毛澤東覺得我自己好不容易睡覺 用個窗簾把我動醒了 還有一回他正在桌子上工作 結果他一邊工作一邊吃紅薯 紅薯吃著吃著他就睡著了 睡著了這紅薯就卡在嘴裏 有個警衛員就好心 覺得這個可能有點危險 就悄悄去用手指把他的紅薯箱摳出來 結果毛澤東被整醒了 馬上勃然大怒拍桌子 勃然大怒痛斥警衛員 太笨太蠢 就是不讓他睡覺 那就是生死的毛澤東 而且疑神疑鬼 當時的御用醫生李瑞智都回憶 說毛澤東到了晚年越來越懷疑一切 懷疑所有的人都在整他 他也要防範所有的人 他要去整所有的人 最後他乾脆就搬到游泳池邊去住 他並不是住在他所謂什麼豐澤園 什麼菊香書屋 那個地方只是早期住了一陣子 到文化大革命前夕左右 他就搬到游泳池旁邊 臨時搭了一個簡單的房子 也擺上一些書 擺上一些床 然後就在那裏住到死 因為他懷疑他以前住的地方可能都有竊聽器 或者說有人可能來整他 比如說美國或者蘇聯要轟炸的話 可能要轟炸他的風澤園 舉一箱書屋 他要轉移目標 另外他多 尼神疑鬼到什麼地步 有一次指著游泳池的水 他喜歡游泳 然後指著游泳池的水 對李之穗說 說李醫生 你看看這個水裡會不會有毒 也就是說會不會有人在水裡下毒 如果水裡下毒 他也會倒霉 所以李之穗就說毛澤東到了晚間 醫生你鬼到這個程度 完全沒有安全感 所以這麽一個人怎麽能說得上是閒庭信步 說完全是虛弱的 最後他招致了雙方的夾擊 一個是美國 一個是蘇聯 就是他所稱的美帝和蘇修 但是後來中共的國力經濟崩潰 人民困難 表面上放了原子彈 把蘇聯的抄襲了 但是事實上整個國力在衰弱衰退 而且餓死人的記錄 毛澤東時代餓死人的記錄 是中國歷史上幾千年 上萬年所未見 也在人類歷史上所未見 創下了驚天啟禍 那不是天災 是人禍 當年毛澤東還想掩飾 說這個大饑荒是三分人禍 七分天災 結果被國家主席劉少奇指明 說是三分天災 七分人禍 結果毛澤東就恨劉少奇 決意把他打倒 打死 迫害致死 所以今天中共的黨媒黨報又來把習近平跟毛澤東相比 這反映了習近平有一種從毛心結 毛澤東能搞文革 能整人 他也想搞文革 想整人 毛澤東迫害過他父親 他覺得還挺過癮 太想去迫害其他人 無外乎自認為是毛澤東第二 自己是紅二代 太子黨 但是他從哪個方面都不像毛澤東 不太像 比如說他去五一山遊覽 就屈膝 划船 這並不是毛澤東的做法 毛澤東的做法一般是游泳 比如說到長江游泳 到北戴河游 但是習近平並不游泳 如果習近平去游泳的話 恐怕就像蹭跎一樣就沉到水底 起不來了 所以他並沒有游泳 然後做了一個樣子 照了一張相 挺著肚子 在什麽一個河邊 就想跟毛澤東做同樣的姿勢 就是毛澤東 那完全不成立 其實習近平像誰呢 這一回他在五一山 九屈膝 坐船 成了所謂泛舟跟夫人 不像毛澤東 倒很像另外一個人 那就是江澤民 江澤民就是這個做派 江澤民想在2013 2014 2015連續三年游瘦溪湖 因為江澤民是揚州人 揚州有一個瘦溪湖 他退休之後就游瘦溪湖 姿態就是在旁邊坐著夫人 然後這艘船他有的是一個叫做化房船 這艘船剩有20個工作人員 有穿黑布的是保鏢 有一些旅服務員送茶的 江澤民就坐在前面靠左手 他的夫人王也平就歪著一個頭 坐在他的右手邊 連續三年都是那個鏡頭 然後這樣的群眾 江澤民也假裝照著手 眾所周知 江澤民有個老毛病 在人民大會堂開會的時候 如果有女服務員去倒查 而這些女服務員都有一定的顏值 江澤民就看著女服務員的臉一動不動 很如神的樣子 顯得色眯眯 所以這些相片在海外瘋船 其實江澤民在壽溪湖做化房船的時候 同樣的毛病就復發了 也可以看到 當船上的女服務員來跟他倒查的時候 他也是目不轉睛的 看著這個服務員 救病復發 這回習近平跟彭麗媛在五一山九屈溪泛舟的時候 姿態 神態跟江澤民很相似 也是坐在那裏假裝向群眾招手 另外 有三個燒工 後面兩個燒工是男性 戴個斗篷 穿黑衣服 前面一個燒工是女的 穿個紅衣服 又站在習近平的前面 這個格局也很像 有一個給江澤民倒查的女服務員 前面我說過 這三個燒工都是中共的便衣 便衣國安 或者便衣公安 都是保鏢 但是至於習近平有沒有目不轉睛的看著穿紅衣服的女燒工 那又另當別論 因為官方沒有發布相關的視頻和相片 說習近平很像江澤民 實際上他越來越像 除了他這次坐船遊覽的姿態跟江澤民一樣以外 這一回他正在做的一件事就是在繼承江澤民的志向 那就是當中美會談 這次算是破裂 破裂之後各有外交動作 美國的國務卿布林肯就去了歐洲參加北約外長會議 就向北約和歐盟解釋和說明跟中共會談的情況 中共這邊也有動作 也去拉自己的盟友 就是一方面是去通過中聯部長召見北朝鮮大使的方式 跟北朝鮮聯絡 另一方面就把俄羅斯外長請過來 跟王毅在桂林去會談 在會談中有一個重要的項目 就是今年中國牧林友好條約簽訂20周年 所以20周年到期了 要延續 所以一方面習近平要求延續這個條約 另一方面還要增加一個條款 這個條約是什麽 就是2001年江澤民時代 先後跟俄羅斯的總統葉利欽和後來的普京達成了邊界條約 這個邊界條約就是劃定了中國雙方的邊界 就承認這個邊界是永久性邊界 這個條約隆同而言就是劃定友好條約 今年到了20年 20年之後言不言 雙方要重審一遍 然後習近平表示要延這個條約 這是江澤民的創造 大家都在說 江澤民因為這個條約實際上被盯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因為在國內外的輿論說他是賣國賊 因為在歷史上 從滿清 大清時候 沙俄時期 俄羅斯就在驚吞中國的領土 不管是1858年的什麽愛徽條約 還有後來的什麽北京條約等等 都在驚吞中國的領土 前後驚吞是多達150萬平方公里 相當於44個台灣 在歷史上 中華民國開始都不承認 像中華民國的第一階段 就是袁世凱和北洋時期沒有承認這個邊界 認為是臨時邊界 不承認以前滿清跟俄羅斯所簽訂的那些條約 認為是不平等條約 是所有跟外國簽訂的最不平等條約 所有的列強就只有俄羅斯大片大片 大幅度的掠奪中國的領土 後來的國民政府 也就是蔣介石的國民政府也沒有予以承認 認為是未定國界 後來就到了共產黨時期 連毛澤東和鄧小平也都沒有正式承認 在中國地圖上畫中國邊界的時候 有的地方畫的是虛線 也就是未定國界 但是唯獨到了江澤民時代 他就承認了 他通過談判 又是東段劃定 中段劃定 西段劃定 然後就承認 歷史上這個條約了 就等於說永久性的葬送了150萬平方公里 你就沒有理由去找俄羅斯要了 要要的話就說你們的領導人江澤民親自簽訂的 就這麼回事了 所以這個條約是備受詬病 是江澤民重大的負資產之一 政治上的負資產之一 可以說是沉重的包袱 但是沒想到20年之後 習近平完全可以重審這個條約 但是他卻繼承了這個條約 為了跟美國鬥爭 跟歐洲鬥爭 跟西方鬥爭 跟民主世界 跟文明世界鬥爭 他要拉住俄羅斯 穩住俄羅斯 要拉住北朝鮮 穩住北朝鮮 因此他就決定簽這個條約 延長這個條約 而且不僅要延長 這個條約中還要加入一項 叫做什麽 中俄雙方任何一方受到第三方攻擊的時候 要緊急的溝通和磋商 沒有說是馬上去互相征援 或者是共同抗警 而是緊急溝通和磋商 因為他們現在還達不到那一步 這就是暗示中國想結盟 雖然實質上未必能結盟 想說中國再結盟 要去對付美國或者西方 尤其在這次阿拉斯加會談破局之後 所以這是習近平的一個做法 就從這個做法上來講 他在進一步的繼承江澤民的事業 習近平上任之初 雖然因為跟薄熙來另一個太子黨人物曾慰 其中涉及了一些江派人物 但是那個鬥爭已經是內階段過去了 應該說習近平現在是越來越像江澤民 習越來越像江 說到跟俄羅斯結膜 江澤民有這個想法 習近平有這個想法 但是歷史上不僅中國沒有成功過 其他國家都沒有成功過 且不說俄羅斯在歷史上掠奪中國的領土最多 就是說俄羅斯在二戰中的表現 蘇聯當時叫蘇聯 在二戰中的表現 在西邊跟納粹德國簽訂了一個蘇德互不侵犯條約 在東邊跟日本簽訂了一個蘇日中立條約 蘇聯認為這兩個簽訂了之後 他就可以自保平安 其他人去打牛打是馬 馬打是牛 他不管 而且他跟德國簽訂了互不侵犯條約之後 還統一瓜分歐洲 怎麼掛分 實際上歷史上都知道德國進攻波蘭 德國進攻法國 但實際上是德國跟蘇聯聯合進攻波蘭 聯合進攻法國 進攻波蘭之後 德國跟蘇聯平分 而蘇聯分了51% 德國分波蘭只分了49% 進攻法國之後 也是在分歐洲的土地 當時納粹德國就佔據的是西歐和北歐的一些國家 但是東歐的一些國家 波羅的海的國家都被蘇聯所佔有 包括波蘭 羅馬尼亞的部分 還有波羅的海三國等等 所以後來蘇德打起來之後 德軍突然閃電攻進攻蘇聯的時候有一個戲劇性的場面 就是東歐這些國家都非常的恨蘇聯 恨共產主義蘇聯 當德國打了 他們去迎接德國 說是德國進軍非常順利 他們寧願要納粹德國 也不要共產主義的蘇聯 當時就是那個氣氛 而當時蘇聯和德國 就是史達林和希特勒 雖然簽訂了蘇德互不侵犯條約 但雙方都有針對對方的秘密計劃 蘇聯有一個秘密計劃叫大雷雨計劃 就是準備在必要的時候攻打德國 而德國也有一個秘密計劃叫巴巴羅沙計劃 準備在必要的時候攻打蘇聯 結果後來是德國先下手為強 首先搶攻了蘇聯 那是1941年6月22日 巴巴羅沙計劃付出實踐 使德國先動手 再說蘇聯跟日本是中立條約 而且蘇聯希望中國能夠當作日本 所以他對盤踞延安的毛澤東和共產黨非常不滿 因為他們跟日本相勾結 不抗日 而反而拖後腿 跟日軍勾結 跟汪偉勾結 跟普尼勾結 蘇聯非常不滿 蘇聯駐北延安的代表 劃明了一個中國名叫李平 寫了一個《延安日記》 就專門記錄毛澤東成天 從來不考慮抗日 成天謀化著 怎麼利用抗日來削弱國民政府 削弱國軍的那些種種陰謀 還有跟日軍勾結的種種情態 所以當時蘇聯雖然是共產黨國家 也給中國共產黨背書和支持 但是他支持國民政府 支持蔣介石政府 因為蔣介石政府抗日 是中流砥柱 是主力軍 但是蘇聯跟日本雖然有中立條約 但是在二十大戰的尾聲 蘇聯眼看美國擊敗了日本 已經徹底擊敗日本 就剩最後的一個星期了 這個時候蘇聯突然從東北出兵 進入中國的東三省 加擊日本的關東軍 這是最後一個星期的參戰 所以他想撈一杯羹 分一杯羹 一方面想在中國大撈 另一方面想作為二戰的勝利者 所以實際上相當於背心其意 撕毀了《蘇日中立條約》 不僅如此 當時蘇聯還趁機搶佔了日本北方的四個島 所以現在日本北方四島問題 至今仍然跟俄羅斯在糾纏 當時蘇聯紅軍進入中國東北三省之後 把大量的資重工業物資都洗劫一空 拿回到蘇聯境內 另外把地盤讓給中國共產黨 所以讓中共從延安調了10萬紅軍進入東北 而蘇聯給他們安頓好 那就是林彪所率領的10萬共軍 在蘇聯的扶持下又襲持了日軍的一部分 大概8萬人的殘餘 那麽就組成了一個重隊 實際上就是中共 蘇共和日軍殘餘組成的聯合重隊 在東北立足 就成了一個攻打國軍 進攻國軍 最後顛覆國軍 推翻國民政府的一個根據地 跳板和基礎 所以當時中國的形勢 後來國民政府 國軍或者國民黨政府之所以潰敗 就在於他面對的不僅是中共 還是蘇共 還有日軍的殘餘 實際上還有在二戰抗戰8年中 被日軍主力所消耗的一半的國軍損失 所以從宏觀戰略上來說 是中共加蘇共 加日軍加急一下才打敗了國民政府 顛覆了國民政府 推翻了國民政府 所以後來建立了中共的政權 就是毛澤東 共產黨的 所謂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政權 荼毒中國 血洗中華 讓千百萬人頭落地 應該說當時的蘇聯和日本都有不可推卸的歷史責任 欠了中華民族最大的債 回到今天這個時代 為了去對抗美國 對抗歐洲 對抗文明事件 從江澤民到習近平想跟俄羅斯結盟 實際上都是虛有其名 突有其表 因為這種中俄聯盟是表面上的 表面上的戰略夥伴關係 是體力在口頭上的一個關係 按照中國網民的說法 打口炮 而實際上 中國這兩國是互相利用過懷鬼胎 過懷意志 都想把對方當成一個擋箭牌 擋在他前面去跟西方鬥 但是自己這方一旦跟美國和西方改善了關係 哪怕馬上就會拋棄對方 這是最近多少年俄羅斯跟中共所演繹的 也是普京跟習近平在演繹的這些故事 習近平跟彭麗媛這一回在福建五一山 九屈西泛洲出現的場景 其實還有另外一個信號 那就是夫妻和好 大秀恩愛 因為在過去兩年傳聞不斷 習近平跟彭麗媛的感情 婚姻出了問題 因為彭麗媛是信佛的 而習近平上來搞極左路線 反對一切的宗教信仰 甚至任何的佛教信仰都予以打壓 但是他的夫人彭麗媛就信佛 曾經去西安的大雁塔去禮佛 都有相片和視頻為證 這個發生了矛盾 另外 彭麗媛之所以能夠取得歌唱成就 也是改革開放 他才能從一個普通的之家 普通女子成長為一個聲樂碩士 說中國的第一個聲樂碩士 也能夠在歌舞台上有一定的成就和名聲 但是習近平上來搞極左路線 顛覆改革開放的成果 要回到毛時代 文革時代 這樣也引起了彭麗媛的不滿 再加上就是他們的女兒習明澤 因為送到美國曾經留學 在哈佛大學 後來習近平殺人之後 把他招回去 招回去之後 但是處於所謂安全也好 還是中國式的家長管理也好 讓習近平得不到自由 住在中南海跟坐牢一樣 不能隨便出中南海 而坐在中南海裏邊也是被層層的保護 形同 層層的監視 最後習近平就大吵大鬧 表示不願意待在中南海 也不願意待在中國 要回到美國 據哈佛大學的相關人士證實 在2019年底 應該是習近平又回到了美國 雖然沒有再讀哈佛大學 但是就住在那一代 那一代叫劍橋 就是哈佛大學那一代叫劍橋 康布瑞吉 他喜歡那一代 就重新在那裏定居下來 由於女兒的事情也傳出習近平跟彭麗媛失和 失和到什麽程度 在去年1月份的時候 我曾經在一個圈子裏聽到一些有相關消息的人士說 習近平甚至動手打了彭麗媛 所以彭麗媛就更加憤恨 所以兩人處理分居關係 所以後來這兩年就看到很少 應該不是從大瘟疫開始 大瘟疫之前的那一年 彭麗媛就很少出場了 沒有陪習近平出去訪問 夫妻兩人很少露面 後來內部傳聞說中共內部通過組織活動做了彭麗媛大量的工作 要顧全大局 要維護第一家庭 要跟習近平在一起幫助習近平的工作等等 做了這一系列的工作之後 後來彭麗媛才勉強露面 但是彭麗媛露面都是自己單獨露面 要麽就是會見什麽人 要麽就是提個什麽字 如果說跟習近平有共同的事情 無外乎就是給誰送了個碗簾 有兩人的名字 或者發了一封什麽信 有兩人的名字 但是這一回在五一山 九屈西 兩人同時露面 並泛舟遊覽 大修恩愛這個鏡頭是這幾年才首次出現的 這一回習近平在五一山 九屈西 泛舟的時候面露罕見的微笑 並向岸上的群眾假裝招手之意 實際上並不是顯示他閒庭信步 而顯示他心滿意足 因為他這個歌唱家夫人終於又回到他的身邊 經過一段時間的衝突和波折之後 這對夫妻說得輕一點叫和好如初 說得重一點叫破鏡重圓 所以習近平在心滿意德之語 需要大秀恩愛 今天我就暫時講到這裏 謝謝大家收看收聽 再見